立元旭省財化法 清晨六點國民黨立委 突襲霸佔主席臺 不只徐曉星疑似發放 叫戰守則 國民黨趙偉陳玉珍 害怕紙本被搶走 把法條斜手上 立委一到場衝突 立刻點燃 賴會員抱著陳玉珍的身體 將人壓在桌上 眼看陳玉珍整個人硬生生 被拖走 國民黨趕緊加派人手 羅庭偉一把抱起陳玉珍 幫助陳玉珍逃離混戰 那一頭更上演落伯戰 蔡玉珍被陳玉珍 從後方緊緊抱住 試圖逃脫時 陳玉珍還不小心跌倒 最終陳玉珍在 藍尾竹人牆保護下 從念完法條到宣布散會 只花三分鐘 不要臉 不要臉 我們有什麼 會議結束 想立刻閃人的陳玉珍 來迎護衛隊包圍下 原本想搭電梯離開 但被律尾攔截 只好趁亂從樓梯跑走 攸關六千億 預算分配的才華法 混亂中 被送出委員會 日圍也憂心會嚴重衝擊 其他部會預算 因為扣除固定的人事費用後 國防預算為兩千九百四十五億 居於最大宗 涉服預算以兩千五百零三億 位居第二 但這些恐怕都可能被 地方政府瓜分 他完全不跟你討論地方沒有在做的事啊 比方向國防預算 難道要新北市政府自己建軍隊嗎 儘管民眾黨立委黃珊珊也在臉書發文批評 國民黨倉促草率 但在藍綠攻防時 黃珊珊卻是雙手撐桌上 彷彿局外人 黃國昌則是站台上一路開直播 沒有當場表達反對 短短三分鐘 攸關數千億預算的才華法修法 就將被匆匆送出委員會